2020年是决胜脱贫攻坚关键年,制造大省广东正全力以赴面对挑战。 新冠肺炎疫情下,珠三小企业开足马力,助力脱贫攻坚。 继任,记者走访广东多家企业看到,在来月务工人员之中,新疆青年勤劳善良,对生活充满热情, 正是因为他们的积极主动,让全家人生活得到改善,脱离了贫困。 在广东惠州一家智能家电公司,记者见到正在专心工作的祖拉吉古力, 他手持电动螺丝刀,不一会儿就把一台加湿器底做的螺丝孔上好。 吉古力告诉记者,他在工厂工作两年了,刚到工厂的时候什么也不会, 幸好老板和同事们很耐心地教他,现在已经熟能生巧。 我打螺丝了,有一年打螺丝了,有一年贴贴子的,他们慢慢教我了, 我刚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做,我们的老大教我贴子怎么贴, 慢慢来吧,慢慢学,他们这样,这样我教我了,我慢慢学了, 他们来这里打螺丝,我可能可能来打了,五个螺丝还六个螺丝可能打了, 两个贴子三个贴子可能贴吧,我不会怕了,什么都可以做。 吉古力工作一年后,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,又回到了厂里,继续打工赚钱。 吉古力表示,他已经适应了在广东的生活,在外打拼赚钱多,工作生活环境还更好。 目前,吉古力平均每个月有3500元的收入,其中2000元寄回家乡给爸妈, 剩下的1500元当作生活费。 他的目标是继续努力赚钱,将来回家乡开个手机店。 据该企业负责人介绍,目前他的工厂里有近300名新疆籍员工。 他认为,新疆籍员工聪明、善于学习,能力并不比其他务工人员差。 工厂里多年来,一直有新疆籍员工的身影,一批又一批的员工生活得到改善。 前年去过一趟新疆,去过科尔克之桃乡,去过很多乡,我们是实际去了解,来我们这边务工的人员, 他们父母亲因为待在家,有去他们家拜访过。 基本上他们的基本生活有得到一定的某个程度的改善。 他们父母亲一直很感谢我们企业,说能帮助他们家里过现在的生活,连他们父母亲都想出来。 同样照顾新疆籍员工的,还有广东惠州裔小家电企业。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,工厂里有1400名员工,其中新疆籍员工108人,厂里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。 新疆员工他本身就比较务实,耐劳一点,那他们也比较稳定性高。 那这两点呢,也是我们企业一直想要,想去追求的。 流动性大对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 我们全场就有一套标准,就是我们的员工是怎么样,新疆员工是怎么样,一视同仁。 走入该公司的生活区,映入眼帘的就是种满金杯银盏的一大片草地。 篮球场、排球场等设施一应俱全。 萨达尔拜克杰莉莉,个子高又结实,平时喜欢跟他的室友们一起打排球。 杰莉莉介绍,他一家五口人,爸爸妈妈和弟弟在惠州,还有一个妹妹在新疆上高中。 他作为长子,要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,照顾好家人。 平均用的话三千五左右,一个月的生活费的话,八百块钱够了。 每个月就是自己的生活费留下,其他全部先寄给家人。 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嘛,所以就是需要在父母身边,因为我弟弟和妹妹在上学,所以自己做一些小的商店啊或什么,然后做一些生意。 然后照顾一下家人,然后让弟弟妹妹上学吧。 据介绍,新疆南疆四地州生态环境恶劣,人均不到一亩地,靠种地养羊难以脱贫。 若每家一人能够外出离开新疆,到其他省份就业,按照每人每年三千七百元收入的脱贫标准,像几股利、竭利利这样的新疆员工,一个人一年的收入能带动十个人脱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